這條片播出的時候是7月份 澳洲人會在7月份之後開始報稅 澳洲每年的稅務財政年度 是7月1日到6月30日 為什麼要出這條片呢 因為很多海外投資者買了澳洲物業 不知道自己要申報澳洲稅 因為我本人主力是做地產的 很多客戶買了樓之後 不知道要報稅 除了跟我買樓之外 亦有很多客戶在過去把租盤轉進來 我發現有部份客戶是從來沒有報稅的 不報稅的後果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重要的事情我要講三次 因為你賣樓的時候 律師必須收到一份稅務清算的證明 才會放錢給你 否則你曾澳洲物業是永遠拿不到錢走的 樓報稅更有機會收到澳洲稅局的負擔 今集是一條非常詳細的教學影片 教大家如何申報澳洲稅 主要是針對有投資物業的賣家 教大家如何申報投資物業的報稅 要準備什麼資料填什麼 大家好我叫Alex 歡迎收看土豪TV 字幕提供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用的話 希望你訂閱點贊和幫我分享出去 還有記得按下小鈴鐺 一天有新的影片會馬上通知你 如果你收不到通知 可能要重新訂閱 第一步你需要申請澳洲稅號 Test File Number 我會把澳洲稅局的網址放在Discretion Box 今集的影片是有點複雜的 看不明白的話 我建議你收藏了它 再說幾次 第一步就是登入澳洲稅局官網 申請稅號 它會細分為幾類 包括澳洲citizen 擁有澳洲護照 澳洲的 PR 未有澳洲護照 非澳洲居民 亦都沒有澳洲護照 帶澳洲生活的朋友 主要是包括 旅遊簽證 學生簽證 以及 非澳洲居民 沒有澳洲護照 不在澳洲生活的朋友 即是大部分的海外投資者 它是持有 香港護照 買了澳洲樓 在香港生活的朋友 登入去之後 需要下載一份表格 填妥這份表格 和相關的文件 郵寄回澳洲稅局 相關的文件主要包括 你本國護照的福音本 你的住址證明 電郵 和聯絡電話號碼 如果你有Test Agent的話 你可以提供你澳洲Test Agent的資料 然後你就將相關文件 郵寄給澳洲稅局 官方就說最少要等28天 如果你是遇到大假期 可能是聖誕節的話 你預約可能要等一個半月 到兩個月 然後就等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香港郵寄過去的話 你記得要寫清楚 你香港的回郵的地址 因為澳洲稅局 是會將Test File Number 寄回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的地址 寫得不清楚的話 有機會是會寄失的 通常我會建議如果你隔了兩三個月都收不到澳洲稅局的回郵 我會建議你記多一次 還有 記得寫清楚你的回郵地址 如果你本人在澳洲的話 你可以網上申請 所有資料 在網上申請 大概幾個工作天 就會收到稅局提供給你的稅號 是會比你在海外申請 快很多 但是你本人 必須要在澳洲 完成了第一步 拿到澳洲稅號之後 下一步就準備 你投資物業的文件 有以下幾份文件需要準備的 第一份就是需要問你 Leasing agent 即是幫你 出租的地產 拿一份 Rental Summary Report 一般 agent 會在6月30日 埋完數之後 在7月份 傳給業主 一般是以電郵方式 傳給業主 這份文件會顯示 你全年的租金收入 相關的費用支出 包括管理費 Council 記住全年的Summary 是由7月1日到6月30日的Summary 而不是每個月的Monthly Statement 第二份文件就是 如果你又向銀行借錢的話 需要你提供 Loan Statement Summary 顯示出你全年的銀行利息支出 或者你可以用Excel表 將你每月的利息支出 寫上去 然後提供你的Loan Statement 給你的回計師 替你報稅 在提供這個Loan Statement 你亦要證明 這個Loan 是給你的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相關的 銀行利息支出 是可以用來扣稅的 但你必須提供 銀行相關的Loan Statement 顯示出你全年的利息支出 另外 貸款相關的 Band Chargers 亦都可以用來扣稅 然後你需要提供 你物業相關的 折扣報告 Test Depresation Report 但要注意的是 這個折扣 就是適用於 全新的物業 如果你購買的時候 是全新的物業 你可以 享用 這個折扣 替你減稅 但是如果你購買的 二手物業 對不起 折扣是不適用的 申請方法 你可以在網上 自己申請 一般的費用 是幾百元 而且這個費用 是一次性的 還有 這個折扣報告的 費用 你留下Invoice 亦都可以用來扣稅的 另外 就是物業相關的 費用 亦都可以用來扣稅的 譬如 如果你之前 幫過物業支付的 水費 電費 是可以用來扣稅的 或者你幫 物業支付的地稅 LanTex 亦都可以用來扣稅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的維修保養 都可以全部用來扣稅 或者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的冷氣壞了 你找個維修師傅 幫你維修那個冷氣 整個費用 當年 就可以全部用來扣稅 但是 如果你是 冷氣機壞了 你找師傅 重新 幫你安裝 一部新的冷氣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更換冷氣機的費用 是需要分攤來貪分的 另外 有些業主是為了提升租金 是會幫物業 包家私 出租 那些家私費用 亦都要貪分來折扣 你幫投資物業購買的 房屋保險 亦都可以用來扣稅 申報方面 如果物業是你全權擁有的話 你只需要做一份 Tax Return 但如果物業是你 跟先生一起擁有的話 是需要做兩份 Tax Return 在報稅的時候 記得留下所有 Tax Invoice 是Tax Invoice 而不是Received 相關的 Loan Statement Deprecation Report 或者 Agent Rental Summary 如果沒有 或者不見了 記得 問回他們 取 收集資料之後 匯計師會根據你提供的資料 幫你報稅 有機會需要交稅 亦都有機會不需要交稅 投資物業在澳洲 亦都成為大部分人的 減稅工具 它的邏輯 很簡單 令到 賬面上 虧錢 譬如剛才提及的折扣 不是現金支出 但可以令到 投資物業 賬面上 出現虧損 如果是澳洲本地人 他在澳洲有工作的話 投資物業的虧損 可以offset 打工的收入 從而出現 退稅 即是出現所謂的 Tax refund 澳洲稅局 會將你 預交了的稅 還回給你 今集主要是教大家 從零開始 一步一步 申報澳洲稅 如果你沒有 雙屬的會計師 幫你報稅 亦都可以 找我們幫你報稅 我們都可以協助 申請稅號 和申請 Tax depreciation report 但是有收費 至於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退多些稅 或者 想查詢 物業相關的 稅務策劃 亦都歡迎你聯絡我 使用我們的 收費資訊服務 希望今集的資訊 可以幫到大家 感謝收看Tax 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